明德520就任台湾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祝贺 中国不忘 中炮批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s new president called on China to stop intimidating the island during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on Monday he said China needs to face the reality of Taiwan's existence predictably Beijing's Taiwan affairs office Max is slamming President Lai Chengdu's speech saying that it sends dangerous signals 針對賴清德喊話中國 正是臺灣存在 中國跳腳 美媒CNN觀察早在預期之內 然而中國官媒央視更進一步搬出 臺灣在野黨挑起對立 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 痛批賴清德的說法是心兩國論 兩岸恐將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 和挑戰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洪秀柱表示 賴清德與他的團隊 扯出一堆謊言 將馬英九與洪秀柱當成中國喉舌代表 也鄭重日本政治專家 中國對臺施壓的兩面手法 針對中國咄咄逼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在國務院聽證會時 反駁拜登政府軟弱 而導致中國盯著臺海的指控 布林肯強調美國團結世界各國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確保中國不會改變現狀 閑見不甩中國抗議 停臺決心只有更加強韌 暫力新聞 金水會報導 而就 메老闆 伍林肯罷 根據習近平